尖叫声再大一点 喜欢龚俊的人在哪里 欢迎我们的龚俊 哈喽 杨阳哥好 各位今天来到真果力 咱们这个活动现场的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很开心 刚刚这个出场 是非常有仪式感 对 今天呢 他们主要是咱们真果力 今天想做一个 偏时尚方面的 这个since的感觉 然后呢 就来了一对小台步 非常开心啊 今天能够在我的家乡成都 然后见到这么可爱的你们 我真是你 谢谢大家 你们都真的很可爱 都自己认领了 俊俊说可爱的你们 后面的朋友你们可爱吗 真的好开心 今天我们叫探班计划 真的最近呢 俊俊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啊 对对对对 一直在新系的宣传当中 对对对对对 非常忙碌 最近就是没有工作的时间里面 也是在拍各种的物料 反正 嗯 物料之秘籍 这个笑梗之多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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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谢谢 金牛区小王子 今天真的是跟王子一样的 时尚度 这个地方 怎麽是金牛区 真的 这怎麽是金牛区 哎 不消失我还经常来这刷 啊 那你一段说那个 我们借那个胡瑶姐姐的一句台词 金牛区我照的 懂了 金牛区我照的 来来来来 照不了啊 照一下吧 来来来来 你是小王子 金牛区啊 我真果丽照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太棒了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缘分啊 对对对 非常开心 哎 那个上次听说那个咱们真果丽跟我说 金这次这个活动呢 在凤凰山啊 我一听哎 我天 这不是我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地方吗 你经常来凤凰山 以我小时候的家非常近啊 啊 很近很近 可能这世界上最红的两座 山分别是凤凰山和屠山 哈哈哈哈 哎 今天是六月初 所以我们东方月初 月初啊 嗯 今天哎 昨天那个 因为咱们啊 杨阳哥参与了某档节目啊 然后正好我那那戏也没播哈 今天今天晚上继续追回来了 今天继续追啊 继续追 继播到这个阶段了大家都有在追对不对 而且我每天追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因为一直都会有一个声音叫做果真是你月初的宝藏 曾果丽邀您收看狐妖小红鸟 这也红篇 真是真是真是 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啊 首先呢 非常感谢真果丽一直对我的陪伴哈 这个好多部剧哈别人哎也都花了钱呢 还支持俊俊对不对 支持我支持我感谢啊 感谢然后也非常感谢猛牛也一直以来包括真果丽对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哈很开心 然后呢 这次呢又带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啊 成都成都哈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回到家乡就有一个非常松弛的这种亲切的感觉哎呀 哎呀 昨天晚上我把我组了这个妹妹一座的彩哈 哦都有什么都吃不完 都有什么有烤鸡吗 吃都吃不完有有鸡 但是不是烤鸡 哎成都他们我们这成都爱吃那个凉拌鸡 然后做了一个育儿烧鸡 我叔叔可以育儿烧鸡都会 啊对对好吃好吃的 搭配上我们的真果丽 哎搭配上真果丽昨天晚上喝了真果丽 我拿好多真果丽 啊那可不吗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这个探班计划哈 啊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忙碌的工作行程当中 让这么多喜欢俊俊还有在看直播的朋友能够来探探班哈 跟俊俊来聊天 所以也要问问俊俊 呃你经常在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或者剧组的时候 如果有朋友来探班 你通常希望他们来的时候给你分享些什么 礼物啊 对啊惊喜好吃好玩的收到什么你会很喜欢啊 其实我那个来来居住探班的朋友不算太多啊 偶尔会来 然后来探班的话呢 他们 都会带一些自己这个家家家里面的一些好吃的啊 或者特产零食啥的带给我啊 零食 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想到有一次 下次我会让他们给我买真果丽啊 送给全组的老师哎 哇就是在点我们的品牌爸爸啊 哈哈哈哈哎我想到有一次我在横店去看俊俊那时候我们一起工作嘛 我给我不知道俊俊记不记得我给俊俊带了一个小惊喜 我拿俊俊代言的某车牌的一个包装盒 装了一个很大的礼盒拿给俊俊 然后不好意思收 对俊俊说哎呀哥你怎么能送这个呢 太不好意思了就不好意思这怎么能收呢 然后俊俊我说你打开你打开 然后打开了 就跟过年那个那个家长要给红包 对 对这怎么好意思收呢对吧 哎呀这个哈哈哈 然后打开发现里面是 一个一个砖 啥一个砖呀 不是是一个 忘了 你写了个什么 反正不是 一盒袜子 对一盒 对一盒袜子 知道剧组比较废袜子 所以那时候就跟俊俊带了一个小惊喜 但是但是杨阳哥还真给我送了一个非常那个有心意的生日礼物 然后呢送了我一个小音响 嗯 然后这个小音响呢我正说哎正好那个横底啊马上要去了哈马上要去横底 哦 然后呢我就说正好带到组里面那音响又很好音响好 结果那车我天 干了 那车快递 烧了 快递公司要给我赔钱我天 啊你说那个 我服了我真服了 整车 说明你要火了 真是 真的 咱一起火 咱一起火一起火 我们大家一起跟真果粒红红火火 我真服了那音响我连听都还没听 啊 真的我一直放在我 我懂了我懂了 今年生日安排 我真服了 今年生日安排 所以真的探班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惊喜 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的这份问候哈 哎 那今天我们是来探俊俊跟真果粒的班 讲到真果粒大家都会想到三个词真果粒就是真实果感 哦 无粒 对 还要考一下俊俊 哎考还果真是你 果真是你都是很经典的slogan哈 那如果用真实果感独粒这三个词 来形容一下我们最近很火的东方月初 俊俊你会觉得东方月初哪些方面体现了真实果感独立 哎呦他真的这这这这几个词很恰当用在他身上 怎么讲真实 他就是个很真实的人 然后做事情很很果断啊 为了这个自己心里心里的一些目标 要保护的人 然后非常果断啊 然后还独立独立 他就是个独立的人嘛 然后自己生活在这个屠山对吧 从小到大哈 为了为了保护自己啊 隐藏自己的身世啊 然后呢 负重前行 负重前行 腰仙姐姐虽然保护着他 但是呢图上有这么多 比如说像长老这样的人 天天就想吸我的血 对对对对 今天更新了啊 今天更新了 到了后面 然后他们第二队cp好像要出来了 嗯 也挺精彩 我当时看剧本 我觉得他们第二队cp其实挺苦的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啊 然后我们也是 这你的cp都来不及 还要磕第二队cp 我们是主线嘛 我们主线 然后串到他们 都很精彩 他们去做支线任务嘛 嗯 而且不得不说我们俊俊这次在 东方月初人物的演绎上 也同样是符合真实果敢独立 比如说很多场戏 大家看都非常真实的表演 对不对 那场哭戏 大家看到了吗 那个 我真的会泄 他说 我真的很难过 我捅了他一刀 哎我就说 我没有喝多 哎呀 我喝的是真果粒 那天有点醉奶 哦 喝真果粒喝多了 喝多了 醉奶了 哎 但真的我觉得这样的表演非常难得 就是把自己整个交给角色 无所保留的去表演 哎 是的 是的是的 是的 来一个 来什么呀 来 像吧 你 我可以喝一口 喝一口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但是哭是哭不了一点的 你就那个带一些搞笑的哭一哭好不好 还原一下 来都来了 真果粒都在了 哎 这道具 什么 雅鼻 呦呦呦呦 什么呦呦呦呦 我们随意发挥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让俊俊俊来喝一口真果粒 干啥啊 来一段那个月初的人物角色的 呦呦 你听懂我 听不见 我也没我也听不太清 自由发挥 不好意思 我是真听不见你 我在说什么 自由发挥 没事 派一个代表来说一下 来 我们让那个举着 派一个代表 那位黑色就你了就你了 姐姐 你们要的有点多 哎呀 各位在场的来支持真果粒的各位也 邀先姐姐 然后呢 然后谢谢大家对于对于对于这个 什么姐姐 早了 我 是喜欢这个前期喜欢月初的不都是一些妈粉吗 还有结粉呀 我天 好了好了 我们这个现场这个对话就先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真的大家太热情了 所以 怎么样我们的真果粒喝了一口 什么感觉 我喜欢喝这个葡萄味的 他们还有一个那个花果奶昔的另外一种葡萄的 我也挺喜欢 每一款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 喝到很爽口的奶和果味在一起的结合哈 我最近刷那个视频哈 我突然刷到那个有一个班主人他非常喜欢记录那个学生的生活嗯 然后我发现里面学生都爱喝真果粒 对不对 我一开始以为是广告结果他那个视频每条都几十万上百万的菜 是真实的爱 是真实的爱 吓到我了 对现在很多的无论是小朋友和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喝真果粒 对说到这年轻小朋友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这俊俊 哎呀对对对对对啊今天呢也是各位的节日哈 哈哈哈 不管了刚才叫完姐姐反正现在也是你们的节日啊 要过节的请举手啊 啊祝大家节日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所以儿童节我们就回到俊俊这个成长的地方哈 那我们看到啊儿童节必须有一些童年的美好回忆 我们先通过大屏幕看看哎有没有什么惊喜呢 哇哦 哇哦 这个是谁啊 这个这个哎 哈哈 来还喝呢 哈哈停不下来 这个是我小时候 我家 大家见过吗这张 啊有的见过哈 我家就在金牛区离这不远 然后呢 这是当时应该是然后我生日 我家小时候我过几岁生日的时候 生日的时候的那个照片 123应该是 他们昨天晚上特别有心 真果粒昨天晚上还给我进行了修复 高清现在看起来 七支蜡烛是七岁生日吗当时 应该是吧我都忘了 啊 啊啊是小时候啊谢谢大家 哈哈哎呀这个哎你别说还真的跟那个东方月初小时候那个演员还是哎呀那珍珍太可爱了啊 啊不是那珍珍呢太特别可爱我每次他妈妈在那个长沙上班湖南台上班然后每次我去录长沙的综艺他都会来给我带好多零食给我探班啊 啊所以也是也下了很好的缘分啊 所以这个看到小时候的俊俊的一张画面 也问问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在金牛区的六一节啊或者是成长过程中印象很深刻的趣事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 我不知道今天来的有没有成都的朋友啊有是吧然后有一年我小时候那个我爸妈六一儿童节 带了我还有我的那个干爹他们的孩子一起去了成都金牛区有一个世界乐园 哦对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就在这儿后面好像啊然后去玩那些对已经游乐活动 就他因为他那个乐园里面会有很多那个是模模拟的世界的一些那个特别出名的打卡地标 哦像世界之窗那样啊啊 还有几个那个那个啊 尸身人面相啊 金字塔之类的就是等比例缩小的那种啊啊 特别好玩小时候 儿童节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逛乐园的一个快乐哈 对对对对对 不如今天我们就把现场也变成个乐园干什么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玩各种好玩的小朋友的游戏 让我们就玩游戏是吧 让俊俊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中能够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啊享受啊好啊好 儿童节的快乐好不好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帮我们上第一个游戏环节的道具 我这先不喝了 好待会儿有还有很多喝的机会 多余 哈哈哈哈 玩游戏 待会儿玩游戏的话有点拿不了 对认真的玩游戏一会儿 玩得好继续喝哈 来 我们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真果粒口味一样的 这个是什么 绚丽多彩的弹珠鸡 弹珠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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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弹珠鸡 我需要的做的是什么 哎 大家 到这个真果粒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 哎 这样大家看得见吗 啊 有摄像老师会帮我们切切画面啊 一会儿呢 你用这个来 发射弹珠 然后这里有四个不同的颜色的色块 然后这每个色块呢上面对应的是会有 应该是五分的积分 然后如果你积打到后面的这三个真果粒logo的话呢 有十分的积分 那必须得打到真果粒上面 对 所以我们总共呢会有五轮的机会 每一轮是五枚弹珠 最后累计得分 如果超八十分 我们就会解锁 哎 我看几箱啊 我们可以所有在线的 包括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 啊 已经得十分了 你抢答了啊 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把规则讲完啊 如果我们最后得分超八十分 解锁真果粒两箱 一百分四箱一百五十分以上 是四箱再加四套周边 好吧 大家如果想要赢的话 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真果粒的这个官位 宝宝很加油 已经二十分了 三十分了 你可太来劲了你 四十分了 你是不是掌握了诀窍 你五个猪直接就五十分了 全都是 那继续加 这第一轮已经五十分了 哇 这也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能不能上点难度 好那这下面就是指定哪个色块 你要打哪个色块 色块啊 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到哈 好 来我们让俊俊继续 没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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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没有打中 是不是 六十了 怎么着 我马上就要打中了 哎 我明明打到了呀 现在七十了 七十了 哎 哎 这轮五个球得到了二十分 现在目前积分七十 距离解锁两箱 还有十分 应该没问题 还有三轮 八十了已经 八十了已经 继续呀 怎么了 不是就八十 八十才两箱 如果是一百分的话就四箱 哦 继续哈 哎 这个机器还挺好玩 是吧 这个还挺好玩 再带回去 爱剧组去 可以解压的时候玩一玩 哎 我发现他们最近很爱玩 那个唱歌的那些 那个视频网站上的那些歌手 都爱玩那个那个琴 那个琴 就好像他是能编曲 他会让你按 你就能看到下面要按什么的 那个钢琴 那个假钢琴 哦 他会提示你去按哪个 现在很火好像那东西 所以我们百灵鸟准备走 创作百灵鸟的路线了接下来 别了别了别了 要自己写歌 别了别了别了 九十分了 一百分了 怎么着 继续加油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一百五十分 一百五十分啊要打 还有五颗球的机会啊 哎就当我过了吧 就当我过了 还不如多落一会呢 还不如多落 这不是儿童节吗 我们先把仪式走完 再不耽误落的时间啊 拿了个五分 一百零五 又来个五分 其实应该搞个PK的 要不你来玩一下吧 你来替我玩一下 你来替我玩一下 我来主持 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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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好好主持 杨阳哥啊特别辛苦 球在里边吗 做最早的航班啊 飞到成都来的啊 非常感谢杨阳哥对我的支持 我我一分都没得你看 昨天晚上他在直播呢 没了啊 我我一分没得 还是你再再来五个球吧 好吧 我们现在一百五分 再来五个球就结束 好吧 最后五个球 对我我这个人吧 就是有有有个毛病 就怕冷场的毛病 不会看你玩游戏多开心 你看我在这玩游戏 大家这不就是探班的意义吗 对吧啊 一百一十五了 一百一十五 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五 哎没了球没了 打到一百五就差不多了吧 可以 他这个你要他 两排他正好移动的时候 挪到中间 就有那个空隙 这个球 这个球 那四五啊 最后一个球 漂亮 OK了 OK了 这真的是 神火助我 不是 咱们就说啊 聚播期间还是有点buff加持的 真的 纯质扬言 非常厉害啊 嗯 所以一百五十五分 我们解锁了四箱和四套桌边 辛苦我们真火力的官微 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 要想赢的话 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微博上的活动哈 然后我们第一个游戏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道具撤一下 挑战成功 来我们辛苦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第一轮的道具先收起来哈 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爱玩的游戏 小时候 嗯 我小时候爱玩的游戏都特别接地气 就是那个啤酒瓶 然后给他压瓶 然后打那个啤酒瓶 你玩过吗 把他排一排是吧 当保留保留 打那个啤酒瓶把那啤酒瓶打翻就是我的了 你玩过吗 没有玩过 特别接地气 我们少了 男生玩的比较多 女生玩的比较少 啊 打一些玩一些啤酒瓶跟朋友们 嗯 有玩那个什么 拍那个叫什么 卡片 拍卡片也玩过 也玩过 别那个嘛是吧 这么打是吧 嗯 童年的回忆哈 所以看来第一个游戏 没有难倒我们俊俊太简单了 那我们下面这个游戏呢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了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拉拉扯扯 干什么 哎 干什么 我们先上道具 看看到底是什么 干什么 一个一个跟时尚拉扯有关的游戏 哎 来 请公主带把我们上道具 哇 这个我都没有见过 讲一下规则 我们一会呢 会在这个 真果粒的这个板上面呢 放上一颗小球 然后呢 俊俊你要通过这两边 左右两边 这两根绳的拉拉与扯扯 把这个球按照这个动线 把它运完 像一个迷宫一样运到这儿 中途呢 它有可能会掉到这个窟窿眼里边 但是你不能让它掉进去 帮我拿一下哥 好 你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给你先两轮试验的机会 试一下 试一下 免费试玩 同时拽它吗 对 然后你 那这就输了 是不是有点难度 哎呦我天 哎呦我天 有点难呀感觉 这得要点功力啊 嗯 咋拽的 拽这边应该是 诶 两边 两边要互相 为什么往那边跑呢 哈哈 问你呀 帮我按一下 按哪啊 掉了它那个板 你把它按平 我这回把你按 待会是不能帮忙的啊 哎呦这有点难 哎呦我天 哎 诶 终于有让你难的游戏了 通常跟俊俊玩游戏 他都特别厉害哈 没事你可以试玩哈 等到你觉得差不多 ready了我们就正式开始 哎 他这个真的有点难 你说你说 他这个启动有点难 再感受一次啊 哎这边朋友都看不到我在玩什么 我们有那个摄像老师 会切 不是 这有bug 是不是啊 我为什么 哎我为什么挪不过来呢 你可以那个幅度稍微再打开一点 这样是不是会更顺手 看 看 看 哎 哎 有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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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是最难的一关 这过了就会简单一点 感觉是 啊 漂亮 继续加油 这个还真的挺难的你别说 对 对你可以打开一点啊 你整个手势打开一点会更加的松弛 哦 哦 可以 跃出 果然有点功力在身上 继续加油 哇 这个有点难的其实 谁发明了这个游戏 谁发明了这个游戏 真果力 摸鱼的时候太无聊了 真果力的员工发明了 我可以啊 你别说你看看 你瞅瞅 哎呦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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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已经成功一半了啊 哦呦 60%完成了 好 这段是安全区 哎呦 哎呦 这段是安全区啊 都忘了我手应该放哪儿了 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稍微有点难度 这个有点难哦 好 这拉扯不容易啊 哎呀呀呀呀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稳住稳住 不着急 可以喘口气 我有点晕 你在这个位置可以喘口气 这是 好到果真是你了 好最后一个冲刺环节 稳住 稳住 啊不要掉了 你可以的 调整一下 对对对可以返回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啊 稳住 稳住 没有掉进去 快帮一下我 没有看见啊 没有看见啊 没看见啊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你回 退回一点对好 我天 这真的有点难 你别说你看我动都没动 他为什么老是往那边跑啊 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你看啊 我动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来我们从 我们我们从这吧 从安全区开始 好吧 好 从安全区来 有什么话要对俊俊说的吗 说什么 为你加油 这个真的有点难 我你别说 这个这个游戏比刚才难多了 但是挺好玩的是不是 还算是挺好玩的 有难度才有意思吗 这是最难的 因为他好窄啊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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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声音大就能过来 还要再试一下吗 最后一次三次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 好 加油 这就有点 这就有点 why why 不行啊 我违反一下规则 没有规则是拟定的可以 不是他最后这就是 就很难啊你看 怎么过不去啊 还要玩啊 可以吧 不罢休哈 非常好 这就是 真实果敢独立啊 要继续完成挑战 有准处的 有使用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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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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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呀 差点成功了 就这样吧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我觉得能够顺利抵达 果真是你这四个字 已经算成功了 这儿太难了 这儿太难了 这就像我们狐妖小红娘的剧情一样 发展到快接近结局的时候 一定会更加有难度 所以到底结局会是什么样 也需要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今天就不把结局给大家看到了 好吧 我们期待一下最后的这个成果会是什么样的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进去 这个拉拉扯扯 这个游戏真的 其实有点像在剧里面 感情线的拉扯 还没到拉扯的时候 已经拉扯了 我看的时候前面我就说 怎么演着演讲 怎么结婚了 还跟的是别人 确实真的很让人跟着揪心 快乐到拉扯的时候 反正后面都是拉扯 自己在看的时候什么感觉 自己在看自己的演绎 挺开心的吧 反正作品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好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游戏 给大家一起来热身了一下 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 下一个环节呢 相对就没那么难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宣布一件事情 今天在我们的成都 在我们的金牛区 马上要为大家隆重开业的 就是我们真果力的饮料铺 什么饮料铺 饮料铺 我们要在现场呢 让俊俊从这个总监的职位 我们果真无限公司总监 升职成CEO 给我们现场呢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现在就是CEO了 现在CEO啊 你拥有来决定我们的这个 真果力新的系列 它长什么样的设计权 这样先签个新的代言人 把杨阳哥签入旗下 那我恐怕对这个销售成绩 会有点担心 还是你好好代言就好了 来我们请工程帮我们上道具 然后把这轮的 这个 这个 迷宫先给收起来 来我们一会儿呢 会给俊俊 两个 还没有设计完成的我们真果力的饮料包装 然后你要通过你的这个创意把它自动的进行配色和绘画 让我自己来进行一些配色 来一次现场设计 这个口味也是我来选对吗 可以 我就给他画一个 哈哈哈哈 蘑菇 我想进行一些更大胆的创意 画个折尔根口味的 折尔根口味的真果力 这个口味有点难 但更难 我有点重 更难的是要把折尔根给画出来 我怕折尔根口味卖不出去 来我们让工程先把我们上道具 你可以发挥两个创意啊 就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真果粒 然后呢 这是我为你特调的 嗯 折尔根配蘑菇 哈哈哈哈 感喝的请举手 我们下去一点 他们都敢喝 都敢喝 真假的 有一些实在人没有举手 怕是喝我们下去 来 这里是一个我们的 呃 原品的真果粒 嗯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方和的真果粒 你可以自由配色 好 这种圆形的呢 这种圆形的特别方便 上下班特别容易装 嗯 所以呢 咱们就 呃 把这个特特殊的口味 就把它画到圆形的品子上面 你说折尔根口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熟悉的笑声 听到这个笑声就知道 我要搞坏事了哈 嗯 嗯 干不了什么好事 嗯 咱们就是说啊 先画一个小蘑菇 嗯 然后把折尔根 搭配起来 放上去 什么火锅口味的 你认真的吗 火锅口味的真果粒 牛油 真果粒 火锅口味的 认真的吗 这东西我 我敢做 你敢喝吗 都不要命了 他们主打的也是真实 果敢独立 都不要命了 我天 太牛了 我们我们顺便还要加上一些时尚元素 哈 我们今天真果 对 因为我们是时尚探班计划嘛 好吧 我们让俊俊在这个 有这个蘑菇的氛围 我们把这个蘑菇 时尚蘑菇 女人画 女人画 在对我微笑 天才画家 是谁 神笔公粮 画个折尔根 折尔根怎么画 问你啊 你是成都人 成都嘛 是吧 来了成都 咱们得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咱们必须得尝一下折尔根 这个画得还挺好 来一场 折尔根来了 折尔根是白色的呀 我记得 哎是 先画个黑色的吧 中间留白的大概那意思啊 叶子 折尔根哪有叶子 有叶子 我知道 我想起来了 折尔根的叶子好像是紫色的 是不是 真的吗 好像是 但是挺好吃的 你可以发挥 有叶子的时候 挺好吃的 你可以伸嚼吗 折尔根 不行还是得拌一下 你也要拌一下 拌一下好吃 然后再咱们就说 折尔根有了 蘑菇有了 对吧 时尚元素 小蘑菇 对吧 戴个小项链啊 小项链啊 小项链啊 要给蘑菇断项链啊 小项链啊 小项链啊 来个小项链啊 画个小小身板 这小身板 来小脚 小脚脚 小手手 然后呢 今天晚上吃 朱尔根 吃朱尔根 完成了吗 限量款 限量款 限定的啊 今天我们六一的 限定真果粒 限定真果粒 先给镜头看一看 啊 喜不喜欢这款 独一无二的 蘑菇朱尔根真果粒 那先把它放边上 一会我们可以 两个一起合影 然后呢 这个口味呢 我觉得这是咱们 朱尔根传统的这种 包装做了一点升级 然后呢 咱们就说给它设计一个新的口味 新的口味 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平时水果 比较喜欢吃车离子 对吧 然后呢 四川咱们又有枇杷 咱们呢 就把这点口味结合到一起 我这个想象都有点好吃 咱们做一个 枇杷离子 好可以 枇杷离子 车离子是紫色的 紫色最好吃了 这是比较四个勾的那种 车离子 颜色比较深的 红的吧 紫色就是比较贵的那种 四勾的 红到发紫 就跟你一样 你也是哥 你够了 你不用接我的美剧夸奖 来 车离子来了 我只能用言读着对白 哈哈 车离子是不是在现场听了 是 特别好听 对跟你一样好听 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唱了 我听了 前一段时间刚好唱了 我听了你在节目里唱歌浅 然后还唱了一个方言的 再来一首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 最近最近这个小嗓子有点不太好 听不出来啊 啥咋发的呀 皮帕 多吃皮帕对嗓子好 皮帕是黄色的 对黄色的 皮帕 皮帕 成都这边老多皮帕了 这个黄好像不太对 但我不 皮帕上面有一些雀 雀斑 黑一点点 我画的不太像 很有细节 反正是有细节的 画的像不像就另外一回事了 心意反正到了 心意反正到了 皮帕满不满意就看皮帕自己了 是吧 对 行 限量版 还有这 车离子 你给镜头看看 皮帕能答应吗 你说这是皮帕 它能答应吗 皮帕不能答应 皮帕精可能可以 说这是柚子 它也能答应 皮帕跟我们的车离子的一个结合 所以两个 其实我觉得你看车离子口味 其实味道应该也还可以 酸酸甜甜 然后皮帕口味香香的 轻一点感觉也还可以 这个组合会非常的让人夏天很合适 我觉得是可以 而且整个就时尚度非常高 对不对 话怎讲 就是这两个配色 包括这两个水果 你不觉得吗 懂得品尝车离子跟皮帕的人 都不太一般 因为比一些普通的水果 它更加的难得一点 对不对 是 没有时尚度 反正怎么着都是你说 我们也欢迎大家自己可以在这个网上进行创意的发挥 然后带上我们的话题 真果粒果真是你 把大家觉得有创意的可以结合你喜欢的元素 比如说 俊俊 月初 糖葫芦 糖葫芦口味的真果粒 我天 那不就是山楂吗 哥 山楂加糖 什么糖葫芦口味 弯弯绕绕的 会拆台的还是你 那确实是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然后把它at我们的真果粒官位 可以 山楂应该也还可以 比较开胃 不就糖葫芦吗 他们作为现在就说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作为真果粒的CEO 然后又发挥 现在是真果粒的CFO 好 牌务总监 他们就说给他整点新的口味 各种新的口味 山楂我觉得也还不错 山楂味的 酸酸甜甜的 红薯味的 红薯味的 这你礼貌吗 烤鸡味的 红薯味是什么味啊 好喝吗 红薯味应该就比较的管饱嘛 烤鸡味的 鸡说你礼貌吗 那我们这样 先把今天现场的两个限定口味 让我们的这个CEO 俊俊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拍两张照 好不好 来个五连拍 我们到这个前面一点的位置 让大家拍个go 好不好 来我们五连 站到光区里 可以吗 这个位置好看吗 圣一老师 好 我们调整一下 来 先来第一张 第二张 变个pose 第三张 来一个 送给你一个车离子 加上我们的枇杷 还有我们的蘑菇 拍照了吧 好的 大家到时候也把那个帅帅的照片 发到我们的这个 真果丽的官微 at官微 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现场好玩的画面 所以这样一款 你觉得有推荐的 什么样的朋友来品尝 这两款 杨杨哥一样的真心好朋友 推荐给好朋友 杨杨哥的那个 折尔根成分 添加到99% 蘑菇放1% 让杨杨哥品尝一下 来自四川的热情 我真的会谢 谢谢你 我真的服了 好 我们推荐给所有 像我们的果丽宝们一样 真实 果敢 独立的 每一个时尚年轻人 都可以来品尝 我们俊俊代言的 真果丽 谢谢 有时尚度的设计 加上非常时尚的搭配 真的非常适合大家 在时尚生活当中 来感受真果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要玩新的游戏了 什么游戏呢 这个游戏呢 我们会通过大屏幕 来给大家看 四张我们 俊俊的海报 然后呢 让俊俊带上 不同的 这个颜色 代表的一种氛围感 然后来演绎一下 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来我们先请看大屏幕 哇哦 哦 先来带大家 一一认识一下 俊俊 我们从 哎 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 把这个道具撤一下 谢谢 这个是花果奶昔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 好不好 花果奶昔 是一个 比较清甜的 这么一个口味 比较大自然 然后小清新 所以呢 咱们就摆一个 小清新一点的pose 哎 元气少年 笑对吧 元气的 元气一点的 嗯 有个桌子 咱们就这么摆 啊对吧 哎呀 自己导演上了哈 哇 哎我们现场是不是也有我们的这个 在这里 哎正好在这 哎在这 别人下面粘了胶 没事 来果果绿正好在 啊 这么摆一下 帅不帅 这个口味我很喜欢喝 因为它比较 因为它比较清新 啊 然后呢 是这个草莓口味的 嗯 这个草莓口味就是 我之前跟杨阳哥 刚才跟杨阳哥说 那个视频上老火了 他那小 那小朋友老爱喝这个草莓口味的 是 哦 这个 把底座都给 没事 都给整 干坏了 哎 这边有新的 嗯 草莓呢 就比较甜 然后呢 我也比较 我非常喜欢吃草莓 啊 怎么了 哎这个草莓像像你们带的那个蘑菇哎 这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哈 有点像蘑菇 都是有点点点哈 来草莓的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刚刚是清新少年感 对 这个 这个 草莓没有我甜 谢谢 这两天的草莓怕是不甜 还没有到时候哈 还没有冬天才好吃 冬天还是你最甜 这个是 好 哎 下面是到我们的树莓 第三个是咱们的这个白桃和树莓 咱们的一个搭配啊 我们去那边吧 军军 这里就有了 没有怎么办 在那儿呢 你直接去跟他合影 他这个是一个新的包装啊 像白桃和树莓呢 这俩呢 组合到一起就非常的有CP感 所以咱们就做一个CP的这么一个姿势的拍照啊 哇 大家后期把自己披在右边哈 刚好跟我们军军的一个合影 好 然后呢 独立籽 独立籽 最后一个呢是葡萄味的 我我我个人 人爱啊 开场你拿着它上来的 啊 我说你开场就拿着它上来的吗 对 紫色的哈 这个拍过了是吧 没事我们不嫌多 来 紫色 紫色是什么样的 紫色我觉得紫色呢 有点高贵 就高贵 咱们就说喝了紫的 喝着喝的人都大红大紫 大红大紫 好吧 这个要不要加一句台词拿着这个紫色的葡萄味的 草莓也要 啊 这边也要拍 我的天 这么大一个 我觉得合理合理 左右都照顾一下嘛 好吧 我拍了 我在那门口 待会晚上他们就会发 没有 俊俊 他们的意思是 他们想在那拍一张 他们想近距离看看你 哦 来 我们辛苦 俊俊 什么意思啊 要在这拍一张 在这给他们拍一张 这样我们左右两边都照顾到了哈 谢谢大家的热情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很热情 今天正好是个星期天 啊 星期六是吧 星期六 对 正好 一起过周末 一起过六月第一天 谢谢大家 今天有多开心 整个六月都会多开心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刚刚俊俊非常棒啊 给大家演绎了我们 时尚的我们的 果真是你真果力 在给大家不同的场景下 其实我觉得这画面当中真的 就有一种 陪大家走过四季的感觉 真是哈 我跟你说哈 那夏天的话 我觉得 这个真实蓝嘛 是不是蓝 夏天的蓝天 这个也合适 白桃也好喝 到时候那个 我那个买 买给全组的老师们喝 啊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大家喝啊 请大家喝 好 那刚刚我们这个 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福利 让大家能够拍到现场 啊 更加生动 更加百变的净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 道具先把我们收起来 我们要开始下一轮的挑战了 哎 好 我们直接请工作人员把我们上道具哈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游戏是什么 我们先不说哈 我们根据道具来猜一猜 这是干什么呢 有人猜得到这是干什么吗 画画是刚刚画的 已经完成了 你喝不 说的口都有点渴了 正好哈 我喝一个 哎 喝一个 我喝个草莓的 你们也想喝是不是 这个就比较甜 这个比那个葡萄要甜点 我觉得 没我甜 我谢谢你们 没你们甜 这就是双向奔赴的意义了哈 互相都觉得对方好甜 好 我再喝一口 这个是要拼起来是吗 对的 我们现场呢 准备了这个 四个不同的颜色 其实跟刚刚大屏幕 应该是有对应的 但是现在大屏幕撤掉了 你要靠你的记忆力 把这拼图还原到我们这块板上 他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吧 对吧 从左到右 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 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 因为刚才那个工作人员 一直在那里调这个顺序 我都看 我听到了 观察得很细致 来吧 来 先观察一下哈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色块 这样的吧 因为它这个板是在这的 诶 一个一个拼 还挺难 我发现 可以 先拼的是我们的这个树莓味的哈 对 哎呀 真果丽 真果丽有了 先把我们猛牛爸爸的logo给拼出来 你看这腿长的人都皮下皮成这样了 我就不太需要哦 哈哈哈哈 没烦恼 我没烦恼 我没烦恼 看 丑丑 你丑丑 多厉害 已经 咱就是说 快准狠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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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是说哎呀 树莓白桃口味搞定 这 哎呀这 so easy so easy 下面不然我们加大难度把眼睛蒙起来拼 认真吗 怕水 到今天晚上谁也别想回家啊 把眼睛蒙起来 他们很愿意 发现了 今晚都没有安排是吧 那明天呢 哈哈 那下半年呢 哦 天呐 还是 回家吧回家吧 不好意思 我们探班计划的主人明天有工作 哈哈 明天要去 干大事 干大事了啊 明天 明天大概是去哪个方向 明天去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哦 然后航班很少 哈哈 又早又少 又早又少 嗯 现在拼点是紫色的哈 葡萄味的 哎谢谢大家 哦 谢谢大家不要捧杀我 真的今天特别适合的就是在 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见见面 积蓄能量哈 还真是 杨阳哥 下次那个工作可能就要在横店了 你和我 你看漏勺又说了 哈哈哈 他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是吧 好的 棒棒的 OK 第三个完事了 葡萄味的蒸果粒完成了 葡萄味的蒸果粒完成了 继续 下面是我们的绿色的果果绿 这个花果奶昔 它是 对 哎 哎 好像有点不对 是这儿的 这儿的 漂亮 这儿你看 带一点紫色 多好这边 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 现场观众有一种 家长陪伴自己的 宝贝做作业的感觉 对不对 我感觉像是那个 幼儿园里面那小朋友 小朋友在完成作业 然后现场的所有的 家长们在为你加油 我真服了 音乐老师你也是不必那么配合啊 直接接儿歌了 好还有一块 这还有一块 好了 这个也差不多了 哇哦 OK 阿果奶昔也成功了 就差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草莓味的 最后一个草莓味的 这次 这次我们在成都一见 不知道下回 郑国立什么时候 再把俊俊请回来 真的 还没分开 已经开始想念了 对不对 进组了 怕是抛头露脸的时间 就少了 没关系 大家能等得起 对不对 好好的工作更重要 对对对 嗯 这什么意思 漂亮 不对 着急了 OK 漂亮 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这不容易啊 真的我跟着边上我都出一身汗 挺累的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拼出来的分别是 分别是咱们的白桃树莓口味的 哎 真果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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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葡萄口味的真果粒 还有蹄子口味的真果粒 花果奶昔 嗯 还有草莓口味的真果粒 无粒子 真实蓝果果绿 和我们的果感粉 所有的 这是我的 所有的真果粒 都已经给大家现场还原了 好我们也再来喝一口 时尚满分的真果粒 干杯 宝贝们说我们没有啊 回家我们喝起来 下回我们跟那个真果粒爸爸说一下 下回再来成都见面 一人一杯 一人一杯 我们还可以干个杯 给大家一起安排起来 好 那我们下面让俊俊跟这个拼图 来一个合影好不好 然后合完这张 就跟你们合 跟大家合一张 跟大家合 我们先跟这个拼图来合个影 来 我们静静一步到这个拼图前 在哪拍 跟他先合个影 跟拼图先合个影 好 来 请圣语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从六月的月初 我们一起记录下今天现场跟所有真实果感独立的果粒宝们一起和俊俊来见证这个时刻 那拍下这张拼图 好 跟大家合一个 就跟全场的观众来合影咯 我们请圣语老师来到舞台上 来吧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问问老师哪个光最好看 哪个位置 可以吗 就这可以哈 好 大家可以把手中的这个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哈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慢慢的啊 把你的手幅举起来 来 然后让我们的俊俊跟大家一起来记录一下 在 成都 在俊俊的 老家 金牛区 跟大家一起 寬度六一 共度周末 然后我来说 真果粒 大家一起说果真是你 好不好 来啊 3 2 1 真果粒 然后我说 呃 龚俊大家说 金族顺利好不好 3 2 1 龚俊 哇哦 谢谢大家满满的祝福 好 真一老师ok吗 谢谢大家 这个非常开心啊 这个六一啊 回到了成都 然后看到了大家 你们好日 你们好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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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来 接我上 我要去吃一顿好吃的 好久没有吃到成都的美食了 非常开心 接到 我们成都的辅导乡亲 成都的 军威仙们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亲切啊 对 然后最近也应该会挺忙的 然后明天开始筹备了嘛 啊 后面的有一个工作 暂时 就还不能说的明明白白了 但是大家应该都能猜到了 然后还还会有这个咱们月红片也正在热播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继续追剧 非常开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的 而且我觉得每次在家乡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距离非常近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真果莉 每次真果莉的活动 都贴心的选择城市 贴心的给他安排这么近距离 去跟俊俊面对面的能够有互动到 让大家能够看到俊俊的更近距离的样貌 开心吗 所以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俊俊最后还有什么话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呢今天正好是周末 大家去吃点好吃的 吃点好吃的 还有我们在天猫的这个真果莉直播间的朋友 看那个机位 要不要跟他们也说几句 哈喽在这个咱们天猫真果莉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六月儿童节的下午 也希望大家啊 对六一儿童节 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真果莉的支持 感谢 谢谢 再次谢谢今天所有在线上陪伴我们的 还有现场的各位热情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真果莉的果真时尚探班计划的圆满成功 然后也希望大家把真实果感独立的这份态度带到生活当中 做一个又时尚又果感的年轻人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记得关 下次再见各位 记得关注真果莉 关胖微博微信小红书来解锁更多的福利 然后也祝大家都能够六月顺顺利利 也祝我们俊俊敬祖顺顺利利 我们下次在真果莉的见面会再跟大家见面啦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继续支持公俊 吃点好吃的啊 支持东方月初 很多连没死很多哈 好谢谢现场所有热情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再次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下次再见 真果莉果真是你